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摘蘇沛 我是主持人安娜黎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勇者鬥龍 英雄集結 2 2 我記得不是才出1 剛剛沒多久怎麼那麼快 結果出到2了呢 真的啦 這次Square Enix 跟光榮 所推出的續作 到底會爆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一起來看看吧 勇鬥英雄集結的情報來囉 本作勇者鬥二龍 英雄集結 2 是勇者鬥二龍系列作 誕生30周年的紀念作品 以杰比翁所統霞的 7個國家的冒險故事作為遊戲舞台 Square Enix 這次公開了 全新原創角色 以及歷代熟悉的攀戰角色 依序是騎士新手拉傑爾 及戰鬥學員德雷西亞 還有新夥伴王子傑薩爾 女戰士歐魯捏傑 除了這些新面孔之外 目前也公布了6名舊座角色 像是勇者鬥二龍4 被引導了人們中的 特魯內克 和米尼亞 勇者鬥二龍7 伊甸的戰士們的 瑪麗貝露 和家布 勇者鬥龍6 幻之大地的哈桑 以及勇者鬥龍8 天空與海洋與大地 與獸組購的公主等 庫庫爾等等新情報 除了這些原創新角色之外 前作登場的角色 也會正式延續到本作參戰 將載全新的故事設定 及四人多人連線遊玩 本作將橫跨PS4 PS3 PS Vita 等三大PS一拍 並會在日後推出繁體中文版 日文版搶先在2016年5月27日發售 喜愛勇者鬥龍系列的玩家們 可千萬別錯過囉 Dragon Quest Heroes 2